最近的半導體產業蓬勃發散 其實在不少臺灣工程師也受惠 根據外媒報導 過去四年法拉利在臺灣的銷量翻倍 主要就是因為臺灣晶片企業家的財富 不斷增加 我們也實際找到了一位工程師 他去年雜錢買下了寶石捷 來看我們的獨家報導 發動引擎 踩下油門 純白車身的寶石捷 在路上奔馳 這台寶石捷凱宴Coupé跑起來超氣派 揣氣開著寶石捷閃亮燈廠 今年四十六歲的寶石捷車主吳先生 是一名工程師專門設計IT晶片 剛好迎來近期晶片熱潮 搶搭上一波財富列車 同好之間也是比較多 在一些工程師 或是有喜歡玩車族群的人 所以資訊也來得比較廣這樣子 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 連帶工程師也跟著受惠 吳先生透露自己開過BMW冰市 而這台凱宴去年十二月 以六百多萬元的價格賣下 正式晉升寶石捷一族 未來還想再玩玩法拉利 最近法拉利是每個男人的夢 滿早我們就佈局了這樣子 那當然今年它也漲了一大波 所以就多增加了一些車子 下一台法拉利的頭期款這樣 晶片夯帶動台灣人財富激增 法拉利也看準台灣私人財富攀升趨勢 根據統計台灣人均進資產高達 十四萬一千六百歐元 是全球第五富有的國家 而法拉利在台灣去年的銷量 就成長了百分之三十 甚至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都是晶片企業家 這個晶片熱潮 其實就是說源自這個疫情期間的 這個遠距商機崛起 這一方面的從業的人員 其實它就是財富都是被增的 晶片趨勢帶動下出現不少隱形富豪 越來越捨得花錢 頂級豪車再也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記者吳正宇 張审言台北財評報導